老板 给我来一条为啥 老板 我拿条何天下 包发我 转什么转 给我拿条何天下 拿那么贵的干嘛 十块钱了就可以了 你女人都是十二 我又拿何天下 老板 还没给你 老样子 从下个月房子里面扣 把他这条也算上 好的 没问题 转什么笔 兄弟 你说我可以 不要以你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 以你现在的条件 旁边这么好的女孩 你也好好珍惜 老板 我们来应该干嘛 你们女人笑啥嘴 听到没有 美女 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小黄 怎么吃啊 电话一直打个不停 孟少 你这回一定要帮帮我 到底怎么了 孟少 你好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经常刷着你的视频 你们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那我就开门线三的说了 你这个兄弟啊 年前有个项目 让我投了十二块钱 结果没几天 他就给我赔了个底朝天 你说气人不气人 兄弟啊 这合伙做生意啊 有赔有赚 哪有赔了 还要本金的 如果他真的是做生意 那赔了 我无话可说 可实际上 根本就没这个项目 那都是他虚构的 你这兄弟啊 就是骗我入股 拿着我的钱去挥霍 他之属于欺骗行为 今天 他也还是不把钱还给我啊 那我只能让他在里面蹲着了 孟少 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我们从小就认识 你不会真的看兄弟我进去吧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这要真实进去了 这一家人可怎么办啊 你看看你 一天到晚干的什么事啊 你赶紧借我十万块钱 让我把这个难关给过了 一个月后 我一定还你 前段时间我妈住院 做了一个大手术 花了不少钱 你这突然之间 让我去哪里 给你弄这么多钱啊 那你帮我担保一下也行啊 哥 你就是我亲哥啊 孟少 我相信你的我人 今天啊 只要你一句话 我可以再还他一个月 但是一个月过后 这个钱 他要是没还给我 那我 可得找你了啊 哥 我求求你了 就一个月 我一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兄弟啊 要不这样 你先让我这个兄弟啊 先缓一缓 一个月之后 如果他不给你 我就算把我的手卖了 也把这个钱给你 你还这样行吗 好 我相信你 小王啊 你那个钱还没给人家 他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天天催我 哎呀 哥 我现在也是急得没办法了 饭都快吃不上了 你就想办法帮我还一下吧 啊 就这样了 挂了 喂 喂 好好好 放心吧 今天我请客 好好 Happy 小王 我好心把你解决麻烦 你倒好 跟个没事的一样啊 哥 你也别生气 我现在不是没钱 这是本身跟我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你现在不把钱还给人家 我得还啊 你倒好 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心 当做你装进别人的聪明 哥 你既然把这事给揽下来了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 送货送到西嘛 你啊 就帮我把这钱给还了 等我有钱了 我给还你 好 小王 你签的钱 凭什么让我给你还啊 反正人家找的是你 又不是我 你啊 就想办法把这钱给还了吧 免得把你的名声给搞臭了 你 你什么你啊 你还想打我呀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要是想进去啊 来 往这打 啊 你可不要忘了 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你要是进去 我看你一家老小怎么办 你就是我亲哥 孟赵 你现在看清楚了吧 像他那种人 根本就不能帮 人生在世 难免会上当 不过我坚信 好人有好报 心有胆恋的人 路啊 肯定是走不长远的 不是不报 死猴未到 这次就算是啊 花钱买个教训吧 兄弟啊 这钱呢 我给你送过来了 因为我给你承诺过 他不给你 我给 但不能算是他给的 做人啊 假如连最基本的信用都没有 那这个人啊 注定是一无所有 孟赵 孟赵 这个钱 你拿着 你的人品 我十分的佩服 如果我有个像你这样的兄弟啊 那真的是我 单身有幸 不过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小王这个行为啊 它是属于欺骗行为 我必须让他进去 给他点教训 要不然啊 他以后会害更多的人 到时候 你帮我做个认证就行 你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你找谁啊 大坤呢 我哥 小夕 你跑我妈在里来干嘛 大坤 离开我你就不后悔吗 我告诉你 谁后悔谁孙子 哥 妈还在里面休息呢 里面有事啊 到外面就说 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是我前女友 非要我改姓陈 才结婚 让我怎么说啊 改姓陈怎么了 房子 车子 我家出 这里要求你都接受不了吗 我说了 不用你家出 我这里会挣钱买车买房 你挣钱 你一个月那点工资 等到猴年马月啊 我说了 我家有钱 我爸一个月赚的 够你们家一年挣的了 我告诉你小夕 侮辱我可以 别带着我家人 我就问你跟不跟我回去 不回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再说了 你让我改你家姓 还让我爸妈也改你家姓 真的是活久见啊 那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一个姓 不是很正常吗 还有 以后我们结婚了 就别跟你爸妈一起住了 我怕影响我家身份 你们家是宇宙中心吗 全世界都都围着你家转 那我还真的配不上你 我告诉你大坤 别不识好歹 我能看上你啊 是你的荣幸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够了 小夕是吧 你们家有钱 那是你们的本事 但没有人欠你的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们 甚至我爸妈做出任何的改变 弟弟 算了 别给这种人浪费口水了 哎 大坤 我告诉你 以后离他远一点 还有你 当小三挺开心的是吧 你们俩都分手了 你还死别来 你尝尝他干嘛 狗鼻高腰又不值钱 嘿 你敢跟我顶嘴 再说一遍 小夕 你够了 我警告你离他远一点 你 那我就再让你一步 所有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久 但是你 大坤 必须改姓城 还有 立刻让这个狐狸鸡 马上给我滚蛋 美女 听我一句 行行吧 这世上有钱 人品有好多人呢 多的是 别因为你家 这一粒老鼠死了 换了一个粥 赶紧回家吧 不然啊 一会儿要下雨 要打雷了 大坤你回来 你 你混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